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劝人信佛 不要热心过头了 我们的主观意见通常是很深的 以为自己都是对的 我说这话是不是说 看到别人不对也不争 不是这个意思 你得看姻缘 你得有方便善巧 方便智慧 能帮助人得适当帮助 让别人能接受 不适当的帮助 更增加他的烦恼 还不如不帮 我们有些佛教弟子自己信佛了 看到所有的人都想帮助他脱离 劝他信佛 不要热心过头了 如果他没有那个姻缘 你怎么夺他也度不了 姻缘得愈合 他先得有那个印 这样子你想要帮助他的缘 才能成就 如果他根本没有那个印 就算信佛了 你又要怎么样帮助他 使他更进一步呢 诸佛菩萨讲经的目的 就是度一切众生成佛 劝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度众生 但是 大家知道 佛有三不能 一不能 无缘难度 没有缘度不了他 二不能 众生度不尽 佛菩萨发大愿 众生度尽 这只是他的想法 他的愿力 事实是做不到的 但礼尚可以 礼尚 他度众生 而无众生相 当你没有修成就的时候 把一切事物 做虚假观 但观想不上 因此 大家一定要学会观 等到你会观时 修行就有了一定的程度了 但是 你也不能够 把众生都度尽 因为教给众生 出离的方法 他不依照你的方法做 佛也没办法 他与你无缘 你说的法 他不会接受的 三不能 使众生业尽 佛不能带众生消业 只能告诉你方法 让你去消业 不能代替你把业障消了 佛怎么能带呢 当你念佛的名号求他 佛怎么做 你也怎么做 佛就代替了 因为你很听话 咱们这世界上 现在将近六十五亿人口了 听见佛名字的 听见三宝的很少很少 听见了还抱悔 即使有的听见 他不但不信 要抱悔 千万一劫 闻不到佛名字 你怎么度他 闻不到正法 如是人难度 你要想度这样的人 度不了的 佛门广大 难度无缘之人 他不信 你怎么夺他 佛法都是靠自修 没有从外头加持一下 就现成便宜给你的 佛只能把他的解脱方法 告诉你 然后你能自己起修 对治烦恼 最终达到解脱 如果你自己不修 佛是不能帮你成就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